在上一部影片中,我们介绍了大专校院推行性别主流化的重要性与好处。 如果还没有看过的朋友,欢迎点击资讯栏前往收看哦! 这支影片中,我们会简单介绍性别主流化的概念是如何出现,又是如何在台湾落实。 那么,就让我们进入主题吧! 性别主流化在国际社会的发展,性别主流化概念与策略是如何诞生的呢? 性别主流化作为性别平等的策略,可以追溯到1985年, 在肯亚·奈洛比举行的联合国第三届世界妇女大会中,提出了性别主流化的概念。 希望不仅在妇女权益和福利范围关注女性需求和经验, 也能够在政府的施政所有面向中推动性别平等。 1995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上,通过了北京宣言纪行动纲领, 确立性别主流化作为国际社会推动性别平等的共同策略, 敦促各国在制定计划、采取行动的时候, 都能够考虑到不同性别的观点以及需求。 更详细的定义,您可以参考画面中 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在1997年商定的定义。 欧盟1998年的报告中将性别主流化定义为 让我们稍微快转一下时间, 看一下性别主流化晚近的发展状况。 2014年,联合国妇女署发布了性别主流化指导手册, 视其为各层级政策制定时不可或缺的循环性多轨程序, 更明确勾勒出性别主流化策略落实在具体的政策制定流程。 2017年欧盟性别平等研究所出版的文件中, 不仅提出会员国执行性别主流化的流程图, 并且在流程图中针对不同阶段提供不同工具作为参考, 显见国际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发展, 在实物经验日趋丰富后已经进入规矩化的阶段。 近年来,全球推动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 除了目标五为性别平等与增强妇女以及女能的权能之外, 亦以性别主流化为实现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不可或缺的重要策略, 例如,在教育目标4中的10个具体目标, 有7个皆与性别平等相关。 性别主流化在台湾的脉络, 性别主流化如何在台湾落地生根呢? 2001年, 我国行政院妇女权益处境会提出性别主流化相关工作事项, 包含各部会建立性别统计指标, 出版我国年度性别图像等。 2005年订定行政院各部会推动性别主流化实施计划, 分成培训、事办与推广三期, 所有中央机关正式开始推动性别主流化。 2010年到2013年第二期实施计划着重性别观点纳入各部会的施政政策以及预算编列当中。 第三期计划为2014年至2018年强调各部门执掌的性别平等业务推动, 要配合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以促进实质性别平等。 2019年行政院颁定院执掌及五项性别平等重要议题, 2021年征定为以性别主流化为工具, 画面中列出五项、六项持续深化性别平等的落实。 20年来,性别主流化已经确立为国家政策。 在行政院大力推动性别主流化的脉络下, 全国各大专校院所属的主管机关教育部当然也没有置身于室外。 教育部于2014至2017年间启动了补助公司力大专校院 比照行政机关推动性别主流化事办计划, 以提升教职原生的性别平等意识, 并且在制定计划与分配资源时纳入性别平等的观点, 以落实性别平等的友善校园环境。 三年期间,总共有37所学校参加试办计划结束后, 教育部委托国立清华大学对计划进行检讨, 并提出后续建议。 在这样的基础上, 教育部于2021年委托国立台湾大学人口与性别研究中心 建立我国大专校院性别主流化支援中心, 协助国内高等教育机构, 透过性别主流化策略落实性别平等。 因此才有今天各位看到的这部影片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